下面这一条呢 是你们女孩啊 奉为真理的一个谣言 怎么了 用水果来代替晚餐 既能保证这个营养的摄入 又能减去多余的脂肪 达到减肥的目的 有毛病吗 这话当然是有毛病 这个是假的 有这么几条 第一啊 不吃晚饭 短时间之内啊 只能快速地减掉 鸡肉和水分 脂肪反而减得不多 第二条呢 不吃晚饭 第二天早上 会摄入更多的热量 第三呢 大脑也会觉得 哎呀妈呀 我是不是遇到饥荒了呀 然后呢 就开始调节这个激素啊 降低甲状腺的激素 会让我们觉得 乏力啊 萎靡发冷 还会升高皮质醇 抑制免疫力 让你更容易生病了 哦 你要那么说 我就大概明白了 就是直接给我调成了 低电量模式了呗 这个比例的非常形象啊 所以就这个意思 所以大家说 用这一招减肥 没有什么用 还得正经吃饭呢 得令啊